HELLO 大家好,我是Doris姐姐 今次和大家一起上此轮急泡车工作坊 相信大家平日出街的时候 都有机会见过急泡车 但大家有没有留意过它有什么特征呢? 今天在我们此轮急泡车身上 都会看到不少急泡车的特征 例如在比例上车轮比较大 车轮上的坑纹比较深 底盘比空空车高了 还有很多灯 大家猜不猜到为什么当时会这样设计呢? 其实在以前急泡车主要是在军事方面 它这么大、黑纹又深的车 其实就有更强的抓地性 加上真正的急泡车身上是有避震器的 这样就令它可以走到很崎嶇的山路 坐在车上的人也不会感受到太大的震动 它身上这么多灯可以在不同情况下用来探索环境 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用急泡车来探索野外 说了这么多急泡车的特点 大家可能会好奇 我们这一辆车叫做齿轮急泡车 它和齿轮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我们这一辆急泡车的动力 是源自于摩打推动了齿轮 而由齿轮传送动力去推动这辆车前进 在材料包里面大家会看到有这两个比较特别的齿轮 这个好像条状的齿轮 它叫做齿轮棒 而这个只有一面有齿轮 另外那一面是没有东西的 这一块就叫做免齿轮 它们就是透过这样互相带动 来传送动力 令到车可以前进 说了这么多东西 那我们现在开始做齿轮急泡车了 打开了材料包之后 拆开了这些组件 我们应该会得到这么多东西 那个胶袋里面装住的零件就比较小 所以我们就不倒出来煮的 我们需要用的时候才拿出来 我们第一步要做的就是由胶袋里面 拿出电线、摩打和齿轮棒 我们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把电线接驳在摩打上面 把红色的电线接驳在左边这一块铜片那里 如果你们的电线比较散开 就可以拿着它 然后把它扭转 之后就会变得比较容易穿的了 我们把红色的电线穿过左边铜片 然后把它摺下来 再扭转 它就会比较确实 而另一边当然就是连接我们黑色的电线 把红色的电线穿过去 然后我们将齿轮棒 穿在我们的摩打凸出来的铁棒上面 记得我们不要把它推到最入 只是轻轻地固定在尾端就可以了 如果小朋友不够力 可以向桌上借力 这样就可以了 你会看到这里留了很多空间 而且前面也不会穿过 我们把它放在一边 接着这个步骤 我们会需要两个车轮和两个车轮 很简单地把它固定在车轮的一边就可以了 我们接着会需要这两块木板组件 一个面齿轮 一粒橙色胶粒 和两个车轮 我们接着要做的步骤 就是将我们的橙色胶粒 穿向有车轮的车轮 我们直接把它推到最低就可以了 这块木板组件其实是车身的一部分 这边有勾的就是车头的位置 而这边就是车尾 近车尾的圈圈 我们在右边把它穿过去 然后在另外一边 我们会将我们的面齿轮 齿轮的面向上 然后穿过去 又是穿到接近最低的位置 但记得要留一点空间 让车轮可以好好地旋转 然后在另一边都可以穿上车轮 然后另外一块板 调住同一个方向 把它穿过去 然后在另一边 加上这两个轮 之后我们会用到这三块木板组件 首先这个其实是车头灯 我们就会把它安装在车头的部分 就是这个勾 对准这个粒陷的位置 我们这样 把它对回去 接着车尾的部分 我们会用到这块有两个孔 和一个圆圈的木板组件 这两个长方形洞 就是对我们尾部突出的 这两个突出的位置 把它嵌上去就可以了 接着就到这块 有一个大圆形 和两个小长方形洞的板 我们那个大圆形洞 是会向着我们车尾的方向 这两个洞 就对我们这两个突起的位置 这样安装就可以了 我们接着就会把这个摩打 放入这个洞里面 记得我们的红色电线 是会向着车尾的这块板 这个地方就需要大家用点力 左右左右慢慢把它放进去 摩打推进去之后 要看清楚 我们两个齿轮要双连接 这样它们才可以互相大动 而转动到 之后就来安装我们的车身 首先拿起我们车側面的一块板 我们把它对准车尾 和车头突出的部分 把它安装下去 之后我们就会用这块 右上角有一个圆圈的板 我们把这块板突出的位置 对回车头最近的一个粒位 把它含下去 之后就到这块有两个圆形 一个长方形洞的板 我们会把黑色的电线 由左边的洞穿出来 右边会穿红色的电线 圆形洞 在图形洞子 我们将这两个突出的位置 对应这两个孔 把它含进去 完成后 我们就可以把另一块车身 对准在突出的位置 等一两个洞 把它含进去 完成之后 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另一块车身 含好後,車身就大致完成了 我們會將這兩塊倒後鏡 裝在前面這個凹位 這些照明的燈對應這個洞 安裝下去 將車軸固定在車輪上面 然後再將它穿向這個洞 車身的部分就完成了 最後就到安裝電磁盒的部分 我們會將紅色的電線接駁在左邊的銅片上 黑色就會放在右邊 之後就在電磁盒的底部貼上雙面膠紙 將它黏在車頂的位置 將電線收起 將電線收起 將電線黏在車頂的位置 很棒 這塊鐵片是開關的地方 拉起是開關 按下去是開 裝好電池 taco就可以完成了 我们今次这个齿轮吉普车工作方就到这里完结了 希望大家都清楚了解到吉普车的特性 和齿轮在我们这一辆齿轮吉普车身上的应用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